我现在南京地铁的一号线天龙寺雨花客厅站 准备坐地铁一号线去南京南站 这是一个地下通道 发现旁边还有大熊猫 哎 这是一只公熊猫还是母熊猫啊 真可爱 哇 熊猫可爱 继续沿着地下通道往前走 现在时间是下午到六点半 哇 有没有搞错 没有看错 这是天龙寺站的一号口 从这儿乘车 但是我发现 我发现 只有铁栏杆里面才可以乘地铁 这一站人流量怎么这么大 目测一下 我前面地有两三百人呢 今天我刚刚去了牛手山 坐公交车回来之后 就到这个地铁站 所以只能从这儿坐车 上次我坐车的时候 应该不是高峰期 所以没感觉到 好 人流量这么大 我走路啊 都是点着脚走的 这么半天我才走到这儿 一定要把口罩戴好 那边还有一个口 我已经看到前面的 前面的地铁刷卡口了 我提前把手机拿出来 哦 还有安检的 终于刷上卡了 赶快找一下方向 是这儿 下楼梯了 正好 进站了 勉强进来 卡了一个最后的位置 这站是软件大道 还有两站就到了 南京南站 我是六点半上的车 到南京南站 应该是六点四十左右 十分钟就到了 这个时段 地铁一号线 人太多了 前方道站是花神庙了 前方道站是花神庙了 还有一站 在天龙寺地铁的一号口 进去之前我发现了 山姆超市 那个超市本来我打算进去来着 但是 那个门口的店员说 要办会员才能进去 我一看 挺麻烦的 就没进去 南京南站终于到了 是左车车门 这边下车 南京北三 下车了 我现在上来了 找一下出口 这边的人流量好大呀 我都不知道该往哪走了 我查一下我该往哪走 顺着人流走吧 真没想到啊 南京地铁的一号线人流量这么大 我还是第一次赶上这种高峰隙啊 终于看到出口了 我快要走 行那么这个视频啊 就先给大家拍到这 结束了